既的新年因为效价太多工 民众都会贪到这段时间出去出头 这才是拜风亲兵好友 公罗众教就占对这边的经典 这才是妙子来几位替代路线 让民众来参考 除了交通的抽象 公罗众教也跟客观业者来合作 对这存在有趣方案 希望民众可以更接来利用 台中文书讲究 若是省钱 省时间 又减少吃多 自己开车也不方便 存在家旗中年半九天 刚才有一坡欢向过年的营丢 出门驾村也是出了路由 也是另外一坡的交通高峰 因此有交通保公罗众教也说过各地区 几行存在交通所闻 内蒙路段的重点 从台三线一直往五峰的一个方向 那沿线会附设我们的一个 书运替代路线的一个排面 在以往在北港大桥的一个路段 是相当容易会有准载的一个情形 那他来到了台十九线的地方 他就会左转 左转的话往南走到 我们这个台十九线71.2公里 也就是在统一超商六角门市的这个地方 他可以右转 趁这期间人们楼团到地点 由头一坡的环庸时间点开始 都有可能会堵到他车总控 民众可以安排提招出法 拼并五峰时段 也是改变形式新都丁顶替代路线 可以选择未就时间再开篮 独自以外 新座台中文苏港区 也是一种新增新人的三点 是返乡一个团聚的一个车槽 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春节的回安价 这个部分是2月6号全天 我们长途客运国道客运的部分 有85折的优惠 85折的优惠 事实上这个可以降低大家的 那个塞车租库以外 也可以节省一些的这个金钱的花费 也让大家过个好年 然后转到国道客运或者是台铁高铁 你用电子票证到地区 我们这个地区客运 它还有这个一段票的这个免费优惠 如果说你是搭乘台湾好行的 还有半价的优惠 你台湾高铁村子的义手票 加加班车数领票 亚中在2月18号报名12点 开放第2部的疫情 民众会等百合时间就忙定港 春节期间呢 的尖峰时刻 春节的书运期间尖峰时刻 会有一个小时来到了南下两班 以及收价10号北上的两班 测试 甚至在自由座的调整呢 我们会增加3到5节的车厢 做自由座的运用 十年加级的险丁甘都整个好路 不让提前就忙做功课 下车是下载手机APP 随时降级各地公路主信 才能安心承受南地的档架 过一个顺时的十年加级 记得台湾传播度